好了 回來了 有人說我好體力 其實不是的 因為其實晚上我有些事要做 其實晚上的工作很多時候都要出去 其實今晚應該都會有色號化芒狗中序 但是那個時間我都未能夠確定 因為昨天這段時間我八點多就出去做 其實是搞到11點多 那個人是很累的 今晚我也要做類似的事情 所以今晚希望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會不會有色號化芒狗中序的節目 現在要講講這個狼爺病毒 現在在內地公佈了出來 這個狼爺 為什麼有英文呢? 因為我是看英文媒體的報導 英文名叫做Levy 這個就是一個人速共通的傳染病 經什麼傳染呢? 這個我查過中文 好像老鼠一樣的那種東西 英文就叫做Shru 中文原來就叫渠晶 渠晶就傳播這個狼爺病毒 這個狼爺病毒暫時看起來 其實就不會造成大流行 但是內地就有35個人就感染到 這個狼爺病毒呢 這個狼爺病毒的致死率是40% 現在這些人速都會患的疾病呢 其實主要都是動物傳人 不用太擔心 但是現在真的 不過聽到也有點害怕 因為最初新冠的時候 都是這樣說 沒有人傳人 所以現在有些人在害怕 我覺得就不需要太害怕 因為現在看到情況 就是35個人中招 這件事怎麼公佈呢? 就是在新益藍醫學期刊公佈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看起來就不是人傳人的 就是人的感染就是 就是都是好像 叫做什麼Random 就是隨機而已 剛剛碰到那隻宿主 這個渠晶 渠晶病毒 渠晶不是病毒 渠晶這種動物 就是應該是這隻新的Levy的載體 也有可能是天然宿主 研究的人員 包括不同地方 北京、新加坡、澳洲都有研究人員 台灣地區疾痛中心 就在關注這個病毒 他們就這樣說 在哪裡發現了呢? 應該先說一下 就是山東和河南地區 據了解就是農民 他們種種了之後 就累疾 食慾不振 以及痛 還有一些情況 就是血細胞有異常 還有一些肝腎有損傷的跡長 但是沒有死人 這次的狼爺病毒 這個小病毒究竟會不會變成下一次的大流行呢? 現在沒有人敢寫包單 這些東西是沒有人敢寫包單 那麼 這個東西一定要說回 就是外國的看法是怎樣 就是 美國疾控中心他們的說法就是 這些病毒或者細菌 由病毒傳去人的現象 其實是很常見的 這些就叫做人速共患病 佔了人類已知的傳染病成的了 大多數情況之下 這些事情都不需要太擔心 病毒是有限的 在沒有重大的影響之下 這些病毒是會自己死的 人體可以打贏這些病毒的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在新冠之後 現在多了一些追蹤系統 多了一些追蹤系統 令到大家真的重症 或者有問題的機會 其實就減少了 因為現在的醫療系統 很多時候都會驗一下你究竟有什麼病 雖然情況就好像感冒一樣 累、咳嗽、食慾不振和痛 但是呢 在內地的醫院做了其他的檢測 肝臣損傷的情況 還有血細胞以上 都是檢測做出來的 檢測就看到有這樣的問題 有這樣的問題就研究一下 那個病原體是什麼 那個病原體就發現了 這個叫做 Longye Longye Hannipovirus 叫做LAYV 沒有親密接觸 應該就不會大規模流行 其實 大家要知道 喉豆和這種病毒都是類似的 它都是要親密接觸才會有的 其實就是 大家要小心 但是不用太緊張 不用太恐懼 因為這些病毒 現在知道了有 應對的話 遲些也會有方法 還有大家有經驗 應對過新冠 也應對過其他病毒 再有這些病毒來 問題也不是很大 還有就是 A-Wen就說 每年都有新病毒 其實這個病毒 就是 我想一向都有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新的病毒 但是這個傳染病 是新的 但是這個病毒 可能一直都有 它可能突然浮去人那邊 但是大家要小心 我的看法就是 野生動物 那些盡量不要接觸 其實就是 尤其是 現在這個世界 它的極端氣候 就會令到這些 人畜共患的疾病 就會增加了 人畜共患的病 其實以前也有的 但是現在沒有那麼厲害 好像現在是比較厲害 即是你猴斗那些 也是人畜共患 但是猴斗 連宿主也不知道 至少這個狼爺病毒 你也知道 它的宿主是 渠晶 有個鼠字做個巨字 還有鼠字做個青字 的小動物 好像尖嘴鼠一樣 所以大家還是小心一點就可以了 我的看法就是 所以太緊張了 看一看 Stephanie Wong說 檢測多 什麼病都找出來 西方什麼都不測 所以什麼病都沒有 我不知道 這個 香港藝民就說 病毒一直存在 變種和跨物種是遲早的事 就不需要太緊張 和奇怪 只是現在地球變暖 加了物種接觸的機會 不好意思 病毒會快變異 形成對人類有影響 其實應該也是 時間飛逝 不知不覺 已經三個鐘有多了 其實是三個多鐘 多謝大家的支持 也多謝Maverick Wong你的支持 河虎好厲害 為什麼河虎好厲害 河虎原來他就說 他做滴滴尼的時候 有捉過 初初以為是老鼠 那隻叫渠晶 我不明白為什麼 Ken I說是反智 我不明白他說什麼 你說反智 沒辦法了 HAPPY WONDER 我也相信 地球暖化 對病毒活躍的關係 有相連 其實很多專家都說有 Bill Gates 也出了一本書 那本書 我在圖書館借了 我沒有買書 我現在都是下流生活 我以前都是 以前我看到想看的書 我就會買的 但是現在我也做了下流生活的人 就是想看的書 到圖書館借就算了 那就不要緊 看完這本書之後 我相信要一點時間 因為我只能夠每天抽半個小時 看那本書 每天應該是看二十幾三十頁 看完之後可以告訴大家 裡面說什麼 有些人就說 是Bill Gates 就是製造這些病毒出來的 坦白說 不會的 我的看法就是沒有可能的 挺有錢的人 都沒有可能製造這些病毒 我到現在的看法都是 當然可能是我不懂的 這個也要說 對吧 真的沒辦法 Raymond Lee 說 現在看到各國的處理態度 就會沒完沒了 新冠是會沒完沒了 所以不要緊 大家都是要小心一點 現在沒有辦法 自己保護自己 好嗎 好了來到這裡 就是這樣 我都很累了 但是當然要做一下工作 我就沒得休息了 好了 今晚再見 拜拜 好久不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